火灾现场看到铁皮搭盖的养鸡社几乎是全面燃烧 上午十点半左右在嘉义东石乡的东伦村 这处养鸡场发生的火迹 由于顶楼加盖了太阳能板 而内部也存放了将近一公顿的柴油 导致大火一下子展开来 没有办法收拾变成全面燃烧 秋不了解这养鸡场里面 总共养超过了4万只的肉鸡 是一对父子 是属于弃作肉鸡的畜牧场 但没有想到这一把火 超过4万只的鸡烧成了变成了烤鸡 业者损失相当惨重 业者表示几万只的鸡都被大火烧光了 幸存下来的 有可能因为没水没饲料 也没有办法存活 至于损失的金额多少钱 还有待评估 以上是我们也掌握到在嘉义的情形 时间换给棚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